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星期六星期一天我自己花时间去做的这一部影片 我等一下要放的是这一部 先给你们大概看一下 好 现在没有音乐嘛 对不对 他真的是没有音乐 Youtube上面放的音乐就随便你使用 没有版权的问题 Youtube上面 我等一下请你们去使用 好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等一下我要放这一部 不是刚刚做的 那我们影片呢 我就先登入到我自己的Youtube0421 我建议各位 你看像我自己建立的频道有这些 因为我未来我会希望把课程区分 比如说包含像那个VBA 在办公室这段话有大数据分 其实分门别类 那其实你们也可以就是自己做出自己那个股的特色 或以科为单位都可以 那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功能上传 你怎么建立频道呢 建立频道很简单 这地方你登入Youtube 我想绝对没有问题 然后点选大头照 然后接下来点选这个创作者工作室 有看到吗 创作者工作室 然后接下来 你就可以点这个人 这个旁边有一个Youtube设定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查看我的所有频道或建立新频道 就在这边 就是你一定要先建立一个频道 像我刚 我之前就是在这个地方建立四个频道 好 那建立好频道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去上传影片 这边有一个上传 Youtube的最主要功能就上传 例如说选择要上传的影片 我就把我的影片 我的MP4的影片找出来 好 例如说这一部 然后接下来就是台北应该就是站出来 然后台北健康生活 好了 那我习惯是 会就是让别人知道说这个影片是什么 这重点下面就可以打很多的关键字了 例如说就打台北市卫生局 然后就是把所有相关的关键字打上去 健康促进科 健康管理科 好 那剩下你们就自己去打 这都可以到时候再叫出来再修改的 那我还会分门别类 我会把影片放在适当的地方 例如说我就先放在 算了 我先放在电脑密集里面好了 因为等一下就会有 因为我坦白说 我每一天大概会有20个人左右来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大概有五六千人次来观看我的教学影片 就是未来的网红就是我 所以这部影片我就这样先发布出去 发布出去还可以再去做一些管理 影片管理 因为我现在要教你们就是说 那怎么样放音乐上去 因为如果只有那些图片这样太干了 所以我就会教你们如何去管理 让它是有背景音乐 所以点这个编辑 怎么到这个地方呢 再做一次 如果说你今天点选自己的创作者工作室 因为通常我们到YouTube是看影片 可是又另外一种人就是创作影片的人 像我我就是创作影片 然后接下来你到这个影片管理员 影片管理员 你就可以找到就是说 所有你曾经上传上去的影片 像例如说我上12月13号 我上传了一个尼尔否贼 尼尔否贼的一个教学影片 为什么呢 我就想说因为将来如果我要教别人 不如我先把他先我学的东西 我先把他制作成教学影片 到时候请他先去看看这些影片 好了那这边我就直接点这个编辑 好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音讯 甚至强化 好强化 那我现在就点音讯 你应该知道就是我现在要搭配的那个背景音乐 应该要动态一点的 所以呢 可是等一下你们可能听不出来声音 因为我为了要录制我的课程 所以我有装Polycom 好我的意思是说 例如说 还是有 好有看到吗 就是说假设这部影片 它搭配这个背景的音乐 对这不用钱 而且是合法使用的 这YouTuber他自己买回来的影片 那如果 如果你觉得不喜欢这个 再听 又又又又又 这我不喜欢 嘻哈 儿童 Merry made a little man 就是有一个小绵羊 那应该就不会有了 好 那假设你听了都不喜欢 这边还有雷鬼啊 什么氛围 然后这边还有 那你就要去选 例如说 假设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 钢琴 它有没有钢琴 骨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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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我们是活动嘛 活动的话可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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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饼 对 对 这吧 对 那这就正好 对 就是 就是要活泼一点的 反正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音乐 还有很多很多音乐 给你做选择 都不用钱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 这边有一个还原至原始的影片 就是没有音乐 还有一个另存为新的影片 我通常我都是选择触穿 那可能要稍微等一段时间 别人看到这一段影片的时候 它就会有音乐 它等于说把刚刚那个背景音乐就直接放上去了 记住你要选择YouTube里面的音乐 那再接下来字幕顺便教一下 这个编辑这边是不是有字幕 字幕如果你针对就是你想要增加字幕都可以在这边增加 举例来说新增字幕中文 当然你也可以做英文 因为字幕是可以选择分中文跟英文 我觉得至少你要做中文的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 在这地方这边建立新的字幕 好那建立字幕的方式 因为因为这边通常是有声音 有人讲话 例如说假设市长讲话 你就可以把那个副市长讲话 你就可以把他的声音 那个他讲什么 就把那个中文字幕显示出来 好这是绝对可以去做的 那现在因为都没有声音嘛 所以我就先设定 就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会先加瓜谷就是 然后这应该是2017年12月 这应该是2017年12月 好例如说这样子的内容 然后直接就放在这个地方 加上去 这样大概可以知道 我现在做什么事 假设前10秒 前10秒 你就放这样子一个字幕呈现 好那最后一样做完 就是发布 对就公开 影片影片你什么时候可以选择 不要公开 那这边都可以自己设定 例如说针对刚刚的这一个影片 我们去编辑 在这个地方呢 你就可以发现 这边有公开 非公开 私人 私人只有我自己 非公开是只有知道网址的人看得到 什么叫只有知道网址的人 因为通常我可能用LINE去行销 我就给别人那个网址 他也是属于非公开 那公开就是直接 在YouTube直接搜寻 例如说站出来就可以找到我这部影片了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他只有三种等级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成果发表 我本来就希望说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去看到 我真的要告诉你们 我有一部影片那天就是跟季正 就是实在我没有人可以分享的 然后我又看到季正 我就说我跟你分享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影片 就是那个踢足球 去跟一个80 然后去比赛足球 然后他就说 他有去那个四大运做那个 做那个什么医疗什么团队 他也说 对 他也说他曾经看过那个台湾女族 然后踢足球 然后整个现场那种感动的气氛 所以他说他了解 我12点在那边不睡觉 很嗨什么事情 真的 真的我们在那边互相就是谈那个心情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 在影片哦 影片你看像现在好像 你看五个人观看了 有看到吗 好 这是在网红的底下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如果你去看你现在做出来的影片呢 一年看有没有几个人来观看 真的 我第一年的时候根本就没人来看 四年 尤其是今年 今年我的那个订阅的人数从两个 一个变到两个 直接现在变到一天二十个 我没有请教 我就是把我的教学里面都放在YouTube上面 就大家来去订阅